怎麼會這樣 喔~~ 我會突然 完全突然之間 加里歐放出去了 對 加里歐怎麼放出來了 我好好奇喔 然後又選到瑞斯嗎 那左邊應該是路歇恩 看他還要不要再去追一次 卡達喬什麼呢 應該 哇 真的 哇 索娜 還是就是他的大招 索娜是一個可以Counter加里歐的東西嗎 拉克斯 拉克斯應該是 但他只能是輔助嗎 還是 哇 完了 一頭霧水 完了 頭東西1 team 1 team出招了 我大絕了耶 頭暈了 對面 然後就看到你 這麼多軟皮選了一個結 選了結 直接要把你砍爆耶 哎呦 不一樣 醒了醒了 可以醒了可以醒了 什麼 拉跟上一場又不太一樣了 下路拉克斯加索娜嗎 全新招牌 我只想到這個而已耶 是 然後極限拉打上盾 避開加里歐嗎 是嗎 是這樣子嗎 真的是超狠打線組合耶 那你這兩個也很不耐開耶 呃 好奇怪喔 這兩個要怎麼 那 我看一下喔 首先呢 一定要有虛弱嘛 因為對面有結 一定要來個虛弱 我相信大家現在對這個陣容 一定都是一頭霧水啦 不知道完畢是在選什麼東西 說實話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們想幹嘛 但是 這次反而會讓我更期待 這場內容會長什麼樣子啦 就 竟然選到變成這樣子了 而閃亮這邊也是幾乎是全AD 跟以往的這個完全不太一樣喔 呃 我好期待喔 我看你是整個傻住了 我傻住了 不知道這個是怎麼回事 作康這邊帶迅疾步伐耶 怎麼會來維持對線嗎 因為下落這兩個poke性質很強 嗯 要來補血的 好啦 一樣前面老套路 幫忙推線 OK 這邊的算正常 那索納跟拉克斯這兩個 到底能夠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相信他們在中期是可以保著路線一起輸出啦 但 這種陣容就是真的 你單核 你一個核心被抓掉 就會直接結束耶 對 哇 而且前面 不過前面布魯子這邊是被打到殘血 有必須要回家 補狀態再上線一波 我還是蠻納悶的 為什麼ONE TEAM這邊會突然選擇 把家裡又放掉 難道這個陣容真的那麼counter 這個家裡又 我們這邊就來focus一下 在廢用路這邊 這兩個湧動機 對啊 基本打線是一定強啦 打線只要不要被強開到 強無敵 不過說實話啦 這把如果 是2比2嘛 所以也是蠻重要的 一盤關鍵盤 誰拿到誰停牌 說不定ONE TEAM這個真的是 他們來對付家裡又的大招 被綁到了 但這護盾好厚一條喔 這個對線看起來也是蠻有優勢的 這護盾直接前期多了三分之一的血 而且其實 如果你是solo queue自己玩的話 你會很怕被抓嘛 但在打比賽的時候 其實打野的動向 你們都應該是會很清楚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被抓的問題 鬼魯夫現在靠下半部 而在這個ONE TEAM這裡呢 現在先又是比較靠在上半部的 露西恩是需要被cover 需要保住他的發育的角色 然後兩邊中路看起來也是換得 有來有往的還OK 反而是以色拉這邊 又是被重點照顧了 塔瑞斯遇到路線 其實真的也沒什麼好發揮的 難道這裡要被越塔了嗎 有點機會喔 但是以色拉這邊還有雙招在手上 哈利也來了呢 兵要被清掉了 反而是掉頭想抓捷 沒機會 我們也看到ONE TEAM在第三場之後 他們的策略就調整了嘛 開始變得跟閃亮一樣 就是下半部偏輔助 尤其在雙人線的部分 把重心留給上中野這邊 去做一個搭配 去做一個節奏發起點 就這個BO7來看 這是目前雞豆峽谷的一個限學 就也蠻走中上野的啦 下路就當工具人就好了 這邊我還是真的比較期待中後期 前面應該就跟上前幾把頭大同小異 不會有太多的區別 那這樣下路我覺得對線 因為很難對出個結果來 畢竟在Eason跟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沒什麼事 頂回去有機會反打喔 暴打 終極閃光 等級落後 發個自己要出事啦 志余按下去 差一點 鍋子咬幾口 我們沒有計算到這個等級被搶 結果下路被打了滿頭包 等級上面列身 畢竟對面打線是有點強 而且這邊還扣了一個虛弱跟志余 剛那一波說是在O硬 偏難 然後歐拉夫也是刷寶寶的回家補的裝在走出來 根本沒有要管 也沒有要做事喔 這場我覺得 打野應該不太會去下半步喔 發育的都蠻好的 但這邊真的 發育起來等等 會變成有一點要 我覺得龍啦 龍那個團也是要看到底是他們 完全想要怎麼打 我如果是 閃電王現在就希望可以讓 Bruce把雪球滾起來 想辦法讓他殺到人喔 然後接下來 可能這時候 打團的話 不一定會特別好打 但是 如果打邊的話呢 應該會蠻好打的 打邊就是現在 有結 你其實 單挑也沒有說真的很容易 結在單挑上面還是蠻厲害的 對 我是說結去打邊 喔 對啊 但這邊他們這樣刷上一件卡 一定不會讓你那麼輕易做到這件事 對 所以 這時候我就說 閃電王他們應該比較想要讓Bruce 有辦法去找到一個 單抓滾雪球的機會喔 然後這邊葛雷夫全部也都湊過來中路了 就要先搶中現在決定打下一個物件喔 結一個人在邊線 這樣 配的話 其實就 主動權 兩邊 都還算有 因為雙人線只要都在中路的話就沒什麼問題 那邊線的話就要看結跟阿里這個之間的battle會長什麼樣子 阿里這邊也買時光啦 算是比較 血量比較厚 對 偏肉一點的也沒說那麼容易死 不過上半步看起來KID跟以色拉是打起來的喔 幾點 唉唷 這刀一剁喔 差了一點傷害 如果技能再多刮一下 或者普攻多砍個兩刀 可能會死喔 以色拉小贏一點點 打錯KID的雙招 應該是剛剛隊伏上面有個失誤被抓到的喔 閃現是前面就掉了啦 那 誒 終止總共開噴 沒中 那浴士者好像 好像要交換了 這樣子可能就會變成第一把的局面了 閃現也把浴士者的數位放得比較高啦 我們來看一下 修跟內甲機靠過來 但是這邊不打算要打 是讓自己的隊友先用跟白夜 去把這個龍給鎖定住 有沒有做一個資源上面的交換 那就看一下浴士者這邊 應該是會投資在這個以色拉 或者是布魯斯的身上 喔 直接放在了巴龍路 撞這座外塔了 那剛好沒人手 那看起來外塔是要交到這個閃現手上 這也是本場比賽的第一個防禦塔 閃現完全是照著他們的營運套路在賺錢 一樣是試圖的讓以色拉有優勢 然後來carry這場比賽 走回前面兩場的老套路了 希望重演第二局的老爸開舵 對啊 但這邊 而且他們其實還是 有加理歐的嘛 其實他們這場的陣容 跟第一把也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啦 就真的蠻像的 那就是兩邊等下交換過來 看 團會打成什麼樣子 到這裡目前為止 只看得出來索娜跟拉克斯在線上 有那麼一點優勢 然而團戰到底能不能夠壓制住 加理歐的這個搶開跟反開 我覺得還是蠻值得關注的 其實團戰應該會蠻保蠻強的 因為 不管對面 就是 加理歐必定也不是一個搶開的角色 如果真的要拉扯的話 索娜拉克斯也不會輸給對手 但是這場閃現就是我覺得他最好 就是因為他雙人線走回最習慣的套路 對 所以就沒什麼問題 那中路解其實 對布魯斯來說也不是什麼 就是很新的花樣 中路的刺客本來就是他擅長的 但是他又沒有收到加理歐的牽制 反而兩個軟皮能不能限制住他 我就是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現在看的關鍵就是那個虛弱 能不能在 等一下的大團裡面壓在這個傑的身上 如果沒壓好讓傑收到人頭 傑滾起來 等阿里走不住的時候 這個天秤就會往閃亮那邊倒過去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說來也蠻容易的 說來也蠻容易 而且他們還不僅僅要防解 等等以色拉長起來也是一個蠻大的威脅 對 咦 這邊 龍好像怪怪的 龍應該是One Team吃到 沒關係 我們等等在 沒關係 我們大家知道就好了 大家知道就好了 在考驗你有沒有認真看比賽 真的阿 抓到啦 大家來找茬 好提心 你看格雷夫一直有在往 傑這邊去壓制 就是想要想要讓這邊有機會打出破口 卡路3x1要來月塔了 白夜這邊已經把他的魅惠 給用掉嘲諷命中了對手 一個用戴逼了一下他的位置 飛前往左側拉開 是一定跑得掉的 他有意識的話提前跑就跑得掉 那兩邊這邊是來換塔的 換塔我覺得倒無所謂 因為傑跟路仙到時候對拼 我猜啦 是傑厲害一點 我猜應該是傑厲害一點 那又緩到就走不掉了 那這邊兩邊一樣是在做 經濟跟資源上的交換 換著換著就一樣 等下看邊線誰是破口誰就贏 那雙人線這邊 就你可能 等下會變成是1team也不想要打邊了 可能會透過五人集結一直來逼物件 不然的話他這樣子 其實這兩隻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不過我會覺得啦 就是 這邊1team陣容是 真的有點薄 所以我們沒看到 在閃亮這邊降之魚能出的 就是趕快全部拉出來 因為知道索娜很會補血嘛 全部都要把 降之魚一定先打 而且歐拉夫也是 這其實 有點在乃歐拉夫的感覺 就是等下可能團戰保著 巴龍路的Kid 還有打野的新幼這邊 來做一個拉扯 那就是這種 這種打法就是你一定要打正面 你邊會打不過人家 而且你不能有任何事 你知道有一個人先倒 那就完蛋 你這種都是偏單核的 這也很像1team平常會打 就是他們很抱團 他們都是打抱團的 閃亮這邊比較有機會去打一個邊線 前面 第三局跟第四局就是 Bloose每次都想打邊 但1team每次都集結在他臉上 但這樣就還是要看他們 前面扛不扛的過這段時間 因為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是扛的蠻好的 我幾乎沒有看過 八分多鐘 還一顆人頭都沒有的 激鬥峽谷 兩邊看起來都打得很緊繃 畢竟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局 誰贏誰停牌 多關這個世界賽資格的 種子順位 手心說明現在都要流汗 通通飄汗 哇 一直流一直流 出的時候都覺得手特別滑 對 一直插汗 那現在條龍要來了 這樣子 總是該打的吧 關聽這邊的抱團陣容 你看 頂三個 他們開始集結了 然後邊線完全不打算手 這一定是要打團 起碼在他們的目標上面是蠻 蠻一致的 嗯 但Bloose這邊也開始靠過來囉 好像也沒有要在邊線了 沒有 哇 在這裡魅惑到了 對方 Eason Eason 閃現 按了驚人 但這位置很差 Sanna給了大絕 人還是走不掉 沒有視野啊 為什麼 加里歐會一個人 這樣子走進去 太 太 太奇怪了吧 不應該是達瑞斯探進去 然後加里歐來飛的嗎 也是 狂到 哇 狂兩個耶 但是這邊選擇 是怎麼沒有印上 達瑞斯來喔 過來想要守 把對方人 困在小龍窟裡面 這邊能打嗎 這一個光明書 綁到兩個人 Log in the night 血量不夠 喔 路線 傘出去了 超閃往上走 不是啊 拉二人 一輕的轉了一下 中間 要再往後走 但這邊又被綁到了 拉克斯啊 喔 這就是彎天 暴團陣的威力嗎 一直綁一直爽 真的耶 而且全員一直補血 一直加速拉打 從一開始的探視 也就有很大的問題 對啊 我感覺就是 應該要以色拉踩 家裡又飛嗎 為什麼變成是家裡有踩 到底在幹嘛 難道這個上斧 真的有心結 情緒起來了 打得都怪怪了 怪怪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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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問號之後 整個人都不對了 不開心了喔 氣氛 開始有點不爽了 哇 這條小龍也讓 彎天拿到他們想要的 兩個人頭喔 拿到龍又拿到人 經濟是輸的 但我覺得 節奏完全在彎天這邊 他們就是需要這個 一直慢慢農嘛 反正我等一下五個人 索納無敵 暴團衝進去 就好了 我正面團一定會輸 我現在輸你一點錢 沒有關係 我正面團後面打得贏就好了 哇 我綁到了 馬上解開 不過我其實真的 蠻想看到的是 波魯斯現在的經濟有多少 因為他在 兩邊邊線 肥了很久 其實閃亮一直都打這個套路 讓他拿錢 也蠻多的啊 要9000的 錢就贏在他身上嘛 嗯 但就是你看這個陣容 他真的能突破的進來嗎 後面也不給他單抓 他要過拉克斯 要過索納 還要過阿里 他要過三關耶 偏難 還要再過一個虛弱 他只能在邊線 真的自己找到機會啦 你看他現在也在邊線 試圖尋找一些破口 彎丁這邊就打橫穩了 起碼 白夜這邊完全不給他機會來單抓 你看阿里這邊打得很小心啊 也不隨便出去 他每個草叢都先探過一遍 才敢去到線上的這邊來吃冰 然後冰進來之後再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反正 這樣代表什麼 雖然說 對方推冰的 不過他也摸不到塔 然後 沒差 等到下一條龍魂的時候 再照剛剛上兩波的那個方式 全部集結 然後再來一次 集結打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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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eam瘋狂抱團 這個隊伍就像是一個人一樣 抓不到結的位置的時候 那個 歐拉夫就把路線照顧得好好的 絕對不輕易走出去 絕對不走出去 然後1team這邊的這種 欸 太差了 剛剛講完抓到以色拉了 以色拉這個位置 哇有秒啦 你是不是降下來 但也來不及就以色拉了 以色拉人光路人還是要倒 自速度開啟 以色拉人必須往後走撤退 但這邊感覺1team 在第8龍嗎 開8龍嗎 20秒 他們這個組合是吃不快 但是下路這邊有兩個人 他們必須得想點辦法 那你去強抓嗎 閃掉好像 斷格雷夫 斷到嗎 那個格雷夫是傳過去的 直接提皮走了 你沒有魅惑人就來了 但是已經3000了喔 要拚嗎 想一下吧 這是一個55色的局面 要拚下來 哇 還好這裡先用了重擊 我們為了掌握了8樓 快逃啊 人不要倒就好了 快逃快逃 我完定大賺 血海了血海了 血爛 噢本來不好吃的 現在試掉拚中又拚贏了 那邊線這邊也要贏了 哇 好像一切都往ワンティング這邊流過去了 ワンティング直接一個大發狂 直接跟你來一波大的 好賭喔 但賭贏了 賭贏了是怎麼樣 就是起飛 起飛直接大優勢 往前一路撤過去 退不了的中外塔現在也推掉了 真的蠻陡的 兩邊看起來都下了這個這種 好賭啊 是覺得是好賭啊 尤其對於ワンティング來說啦 但其實勝負真的就是往往這一波瞬間喔 我是ワンティング說實話我不會賭 我會覺得我會繼續跟你農下去 那 但他們是ワンティング的 但剛剛最大的問題點是 是他邊線佔了兩個人 如果你那一波不去吃巴龍的話 你那個邊線是白給的 所以ワンティング那個時候很關鍵 他們做出了選擇 那葛雷夫雖然TP過來沒有斷到 最後變成拚中 但就被他拚贏了 我是他我可能打到三千的時候我會拉開啦 賺那個TP就走了 好FW現在已經開始用他們的牽連老套路了 脫 一直抱著Bruce 讓Bruce一路可以推 但這樣的話 阿黎這裡好像有機會被抓喔 這裡蠻關鍵的 歐拉夫直接毀了 把他協防 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大絕或者是沒有驚人的時候 可以嘗試一下 這好像還沒什麼看到Bruce開大的畫面 就沒有人給他開啊 沒什麼機會啊 然後現在全部在往中路集結開始點塔 出了一個控制 到了 在塔下在這裡面不然拉 哇 扛著刺圖路還旁邊 這個索娜大絕的威脅 直接大絕 這個賴不敢上去拉人 大絕開掉了 他剛剛跟阿里Battle過一次了 Battle完了 然後被歐拉夫堵住了 他們現在好像想要抓他 要來追著Bruce跑掉嗎 親 哇 好恐怖 沒我沒了 領級操作 忍到最後 真的 那一波看起來 白衣是跟對方一樣大換大喔 那現在閃亮不妙 感覺這把去了 加里歐的魔咒就這樣被破除了 狼安婭果然有一手大招藏在後面 哇 這手大招下入雙斧 奶爆 結果直接變成讓二追三 奶爆盾爛讓二追三了 很像很像 4比0 再一把就追4了 欸很像喔 人頭數現在也是4個了 魔術數字出來了 好恐怖 這個一來一往的差距真大 想不到把加里歐浪了之後呢 也不是大問題喔 真的耶 他們果然有留一手啊 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啊 對耶 我是沒有看過人家出這樣子的套路 打贏加里歐的 那關鍵的是什麼 就他們一直在風箏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是 在剛剛那波小龍 我覺得加里歐跟那個 打瑞斯的搭配其差無比 就這場閃亮是用送的送掉的 說實話我覺得他們的組合還是能打 但不應該是讓加里歐一個人 帶頭去探然後開不了 大家覺得死掉 剛剛那波情況是這樣 季節錯了 誒 危險喔 旁邊蹲得好多人 布魯斯 傷害好高 這邊要抓好高也沒了 厲害點算沒了 布魯斯開大絕 換位換到左下角 連OB都跟不到地方 再換位回來 喔唷 已經幻影 但是歐拉不來了 歐拉歐拉歐拉 英尼這麼降下來 要來保護自由 哪裡有 保護自己的傑喔 雖然這邊大絕 小心控制Cookie 雖然沒有控制好 不過沒關係 還是把加里歐給收下了 好 秀這邊沒蹲到了 阿里進場囉 阿里這個妹妹妹妹妹 先獲到對手 路線 哇唷 過了 一炮紅在路線臉殺 KID倒了 哇 直接閃在牆 一趴大管了 大管了 以賽爾進場嘛 有閃現 拉不拉拉拉不拉拉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不行不行 再拉扯一下 哇 不敢上去拉 哇 被KID KID這邊是爛過頭了 直接葬送了一顆大人頭 那這邊閃亮的成員呢 其實是有機會可以去逼巴龍的 嗯 喔 又出來又逆轉了 逆轉 逆轉 這邊 那個畫面 KID直接飛上去 吃到了這個 Cookie的一發散彈槍 Cookie其實農很久 裝備超痛 喔 他那一發可能剛好爆擊 砰在臉上人沒了 對啊 真的就沒了 然後這邊可能又要踩一點 看一下 斧頭踩到兩個 不錯 慢慢探 慢慢探 來 靈光一點 往前看 但這裡還是缺一個 盲視野抓團的能力喔 不過這邊又變成 彎天又把主動拳拉回來了 因為這波線其實他們是慢回的 喔 要排眼直接開了嗎 鼓起勇氣嗎 嗯 喔 鼓起勇氣了嗎 摸了一下 騙 騙 然後讓阿里去蹲蹲看 這個都是盲視野 現在兩邊都拚盲視野 不過盲視野單抓的話 左邊是比較強一點的 阿里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綁到百頁了 側邊有羞 哇 反框 終極閃光 Eason 安的驚人 安的驚人 大概是要去人耶 你看又是一模一樣的畫面 為什麼不是讓上路坦克先開前面 反而是我輔助要走前面 你有英靈之門可以支援啊 對啊 明明我是可以救你的 然後你死不往前 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那...不知道你問他 我也不知道就很奇怪 玩不好 那怎麼辦 要問誰呢 還是我們打電話問一下小編 這個先吃龍唄 這邊TP要來換家了 一邊... Bruce想要抓開了 大家覺得往前 去頂阿里 這裡阿里是沒事的 然後這條龍呢 也是順利吃下來 閃電王這邊真的 只能用營運來撐耶 對啊 就是硬硬一直分推 一直分推一直推 看有沒有機會抓到人頭七七 真的是只能用硬推 現在是把對面的 上半部高地塔推掉了啦 然後左邊現在是三條龍 加龍魂嘛 全部都拿到了 嗯... 能力每個人的數值都已經拉到很高了 很頂了 頂天六DT 而且修這場的玩拉克斯 我中... 清兵... 清兵... 想說那個要射到冬季賽區是不是 沒有沒有 只是可以全力圖居的 很遠 沒錯 這邊清兵清掉了下半部的兵之後呢 不過Bruce還是來帶線了 一定阿 他們只能用這招贏阿 現在就是101招耶 Bruce帶線 然後王廷會吃嘛 如果等一下真的不小心 讓Cookie吃到 就會直接逆轉 喔... 就再拚這一波了 Cookie有閃 秀一下吧 後面還有一眼喔 三千多兩千多 下來了 拚重心... 頭到了 頭到了吧 完了完了 還撤退了 我的天啊要逆轉回來了 家裡失火了 家裡失火了 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啊 拚重嘛 你要拚重總有一天會出事的啦 哇5050啊 那我每一波都會讓你贏的啦 出事啦阿伯 他竟然拚到了 拚到這個重擊 那情勢要逆轉了耶 很...很...很不妙 雙法師超級怕對面吃到巴龍的 嗯... 因為打不動清不了兵你知道嗎 太神啦 Cookie 哇這一拖真的是... 架子連城耶 大節奏耶 好餅乾 喔想抓兵 抓不到很靈活喔 可能抓到節 太難了喔 上半部達瑞斯也帶兵進來了 超級小兵 中路也要掉光了 都沒了 難道又是因為那條被偷走的巴龍 ONE TEAM想起當年的恐懼 又來了 那一天啊 ONE TEAM想起也被偷巴龍的恐懼啊 下路中路這一波是一起進喔 兩條線一起送進來 到底要守哪一邊呢 哇 一波 兩邊都要守 上半部也有 下半部也有 中路這邊也有 太難過了 有點白夜了 他只驚人被打出來了 但 Bruce也把大絕用掉了 嗯 召喚召 好再閃光 但 這個兵清不掉喔 喔 正槍洗力 開始洗 打在敵方臉上 關心 剩下半條血 要上一天打不出去 因為邊線壓力太大了 哇 這裡只能被動清兵喔 但 起碼 起碼是沒有在掉高地的啊 嗯 然後中路兵又要進來了 這波可能真的就有機會要掉塔了喔 哎唷壓力好大喔 砲車又來了 你瘋狂拿 漫步八龍五小兵也來了喔 超級小兵 拖住了拖住了 又被彎琴拖住了 拖下來 再拖再拖再拖 一直濃一直濃一直拖 但這邊野區之間會被掠奪光啊 等一下出來FW應該是全部都滿裝了 嗯 喔 竟然這最後是拚中拚贏的 好過癮啊 好久沒看到這種比賽了 那現在閃電王在拿了這個八龍BUFF之後 這個八龍POWPLAY喔 讓他們賺了925塊錢啊 好賺 好賺 也賺 真的血賺 血賺 那又要等到下一條龍了 因為已經沒有龍了 已經沒有龍了 什麼都沒了 什麼都沒了 只能等八龍了 這個八龍也快要拖完了啦 不信眾大興師真的沒有再掉高地 如果再掉高地 就是真的很難受 他們現在也不太敢真的全部人衝出去 把這條線解完 因為邊線 畢竟已經沒有塔了 那個太容易被分推了 全部人都不小心走欸 不小心打輸就要被毒根了 大家GA都拿起來了 尤其在重要的輸入點位 KID 先右 GA穿在身上 那萬星這邊想要贏的話 中路一定得趕快想辦法走出去喔 就真的得趕快把線壓出去抓到人 起碼退路嘛 就邊線你要看到人要想辦法抓 現在他們往左邊壓 但你看他們下半區 又被噴推了 這是鐵的心面要跟你抱團的意思欸 庫姨在上半部 然後 要噴推到底了 庫姨在上半部 這邊在下半部 還帶著以色拉一起啊 哇然後邊線又近了 然後全部又回補 等一下龍區這邊視野又要失守 這邊只要Bruce沒有出意外的話 欸Bruce想蹲人欸 他肯定想要抓人 他要抓阿里欸 他要抓阿里欸 看一下這邊 哇可惜 反正大絕 再換個位子 不妙了他被修爛了 按下金人 這一次他跟上了 換成是白眼 按下金人 在下半部單挑 哇沒辦法 換定人來的譬如說 這邊打到一度沒有多死對手 一技能是有回血 不過他塔下位置很糟 而且在上面KID 點掉了Bruce 看上面巴龍這裡 感覺好像來不及吃完欸 這好像來不及吃完欸 吃太慢了 好像也只能拼了 這邊換成是要來拼了閃電梁 這邊要來拼這個巴龍 這個沒拼贏要拳架 有打贏了 可以往後撤退 你們現在少兩個人欸 這個 啊三個 哎呀 這個斷Recall中路一波 終極閃光 一波帶走嗎 斷不到 但是全部人應該會ALL IN了 這裡應該換TP 全部ALL IN中路 直接打一波 不管了 這一定是打到底喔 這關心最後的機會了 沒錯 這裡扛著都可以點掉除暴啊 一定扁 一定扁 哇 收了大絕 定到了Cookie Ga被打出來了 這邊也掉去 Ga換Ga 同一時間出法爆炸了 又峰迴路轉 逆轉逆轉 再逆轉 最後只有1T 拿下這兩比賽之力 3比2 拼牌 Bruce最後想要秀 反而被白夜秀都滿臉啊 完啦直接爆開啊 哇白夜這邊真地秀 哇 竟然他自己想要操作